我怎麼踢過來了呀 完了 旁邊還有一個 誤可我被夾了 我現在腦子裡全都是這個音樂 回之不去 Hello 這裡燒兵思太 前段時間我剛打通了賽達傳說預先置件HD 這款畫面高清化的復刻遊戲 玩的過程是叫一個內流滿面 最終總遊戲時長36小時左右 可以說是痛病快樂的 今天來和大家聊聊這個遊戲 我和許多Switch玩家一樣 在過去並沒有怎麼接觸過賽爾達系列的遊戲 很多人一開始入坑 接觸賽爾達系列的作品就是 Switch的護航神作賽爾達傳說曠野之溪 至此開始了一段新奇有趣的海拉魯冒險 如果說曠野之溪的誕生是曠世驚人的 那麼天空之劍這部作品在十年前誕生的時候 同樣是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通關這部神奇的體感遊戲後 我敢說這部作品的驚人程度 簡直就是十年前的曠野之溪 也只有任天堂的鬼才們才想得出這種遊戲 對了我在玩御天之劍的時候 聽到有人說同是賽達系列的 黃昏公主和石之狄同樣也很牛逼 以後有機會再去領略一下 當然了如果老任再出復刻的話就好了 這遊戲現在官方翻譯叫《御天之劍》 以前大家叫《天空之劍》 《天劍》 早在10年6月的《E3》發布會上 任天堂就公開了這款遊戲 公本冒叔叔親自上場尬物 和一個外國叔叔表演這款遊戲 如何用V的雙結棍手柄去玩 左邊手柄控制盾牌 右邊手柄控制劍的揮動 模仿演示林克的一系列動作 而且還可以在線林克的盾反 後跳回旋斬等動作 沒錯這款賽爾達遊戲不同於 其他同系列的遊戲的特殊之處 就是體感操縱 在牆上塗鴉要用體感 彈琴也要用體感 爆砍竹子也要用體感 甚至可以抬高右手臂 舉劍向天大喊一聲 中二御天斬 耍 蓄力召喚劍王將其釋放 這種中二羞恥的遊戲體驗 讓我感覺十分良好啊 好久沒有一款遊戲 能讓我玩的時候 發自心底的那麼高興了 這種奇怪的設計 既富有童真又不失樂趣 非常符合任天堂的作風 天空之劍作為賽爾達傳說 25周年的紀念作品 在劇情上講述的是 賽爾達傳說系列最初的故事 也就是時間線的起點 比如海拉魯王國是怎麼形成的啊 礦野之溪中的大事件 是怎麼變得這麼牛逼的呀 在這個遊戲中都會揭曉答案 新奇的體感操作 加上豐富的地圖迷宮設計 配上賽爾達傳說起源的冒險故事 這就是賽爾達傳說Sky Sword 在十年前發布時 這款遊戲的MC評分高達93分 諸多媒體給出了滿分的評價 像發米通和埃及人雙雙打出滿分 絕對的神作級評分 而在十年後的今天 御天之劍HD再次炒冷飯登場 雖然是冷飯 但是對我這樣小時候沒有玩過Wii 只在Gameboy上 玩玩口袋妖怪的萌新玩家中 這冷飯無疑是非常的香 在爭相之前 還是得被各種教育折磨 相信所有玩家 在第一天綁上自己的Joycon 開始遊玩後 在最初都會感到各種不適 比如說你得時不時的 用外見去對著屏幕進行校準 還有剛開始騎著大鳥飛行時 會感到方向錯亂 瞎吉巴亂飛 網上也有許多人說 這個體感操作太彈通 被勸退什麼的 確實這個遊戲體感操作難以上手 遊戲的難度也比較大 有時候真的讓人感到捉急 脾氣大的玩家絕對會想要弄摔球柄 但是其實在通關之後 回頭看來 我感覺究其原因 還是因為不夠熟練 沒有適應這個遊戲 只要一開始稍微忍忍 耐心學習和適應一兩天 玩到後期的話 體感操作也會變得得心應手 水到渠成 體感操作的話 坎怪那是一個真爽啊 不同於一般的遊戲 你只能用鍵盤鼠標手柄操作 在天剑中 你能體驗到真人割草無霜的感覺 瘋狂的揮動手柄 伴隨著打擊音叫 有一種莫名的舒適 可能是我有這個割草的病 在和一些沒有遇到過的精英怪 和BOSS進行初次戰鬥的時候 也能很快讓玩家腎上激素飆升 時刻保持高度注意力 隨時準備用左手進行盾法 賽達傳說系列的BOSS 往往都要依靠套路過關 而這個天剑的最終BOSS 名為中焉者 也就是最初的概能 看著藍天白雲的地圖場景 就讓人知道風雨欲來 打這個BOSS是最緊張刺激的 因為我第一次打的時候 也被他幹翻了 包裏四瓶復活精靈都用完了 第二回才把他反幹了 你們要是有誰 什麼攻略也不看 直接上去 第一次打就能打通的 我真的佩服他 牛逼 天剑的主要地圖有火山 有沙漠有森林 再加上諸多的迷宮 其命名是和野村一樣的 拉涅爾沙漠 奧爾丁火山 費羅尼森林 都是讓人熟悉的名字 每一個地圖 都看得出是精心佈置過的 甚至有些地方埋藏著伏筆 牽連著一些支線的內容 需要等待遊戲後期來進行解鎖 其中 沙漠這張地圖讓我 尤為的震撼和驚艷 玩家需要通過各種各樣的方法 去激活一種叫 時空時的東西 時空時可以讓周遭一定範圍內的 一切都變回千年前的模樣 存在著時空時的大船 甚至可以跨越沙海 因為沙海在過去竟然是一片真正的海洋 在遊戲後期甚至還需要抱著時空時來跑動 隨時改變周遭的地形來破解迷宮的機關 更覺得是這個雷龍的屍骨 時空時能將其完全復活 回到當初尚存的模樣 這種設計在十年前就已經有了 讓人直呼妙哉 不得不感嘆賽達團隊的智慧與創意 人天堂就是牛逼 賽達傳說是迷宮愛好者的天堂 是感冒者的地獄 天堅神乎其神的其中一個原因是 他的迷宮尤其的精巧 但其實這也是我頭疼的地方 早前我不喜歡玩賽達 就是因為我不擅長玩這種解謎遊戲 智慌不夠啊 我操 玩的腦掛疼 動不動就卡關了 野崔注重的是世界的探索 所以輕量化了迷宮的設計 而天堅的一些迷宮比起野崔更為精巧更為龐大 很適合喜歡探索與思考的玩家 卡關雖然難受 但是在解開謎題通過考驗時 成就感也是巨大的 沙上傳這張地圖尤為變態 樓層諸多房間諸多 而且詭異地穿插著時空時的開關設計 整個迷宮環環相扣 照理來說我這種不擅長解謎的肯定是過不去的 可是那天晚上我玩這個地圖的時候也不知道是怎麼啊 腦子特別反常 異常清晰那天晚上 中途查看了一次法醫給的提示 竟然一個小時多一點就過去了 可能真的是運氣好耶 天堅中有好多好多的道具可以用 像野崔裡面有石亭啊 方塊啊 天堅中有吹風機啊 甲蟲啊 炸彈啊 弓箭 並且這些個道具基本上都得用體感來進行輔助操作 像是弓箭甚至可以用左手柄模仿拉弓動作來進行蓄力 炸彈子可以往上投 也可以往下投 像打保齡球一樣從下面打出去 利用這些去解開各種謎題和機關 可以說是把體感和遊戲趣味性融合到了極致 上面這些道具都可以進行強化升級的 還有天堅初次出現的耐力條設定 諸如這些後來也應用到了野崔之上 在遊戲劇情上 天堅顯得簡單智朴 卻又能打動人 塞爾達傳說吧 無疑是寧可打敗大魔王拯救公主的故事 正常來講我是絕對不會有什麼內心的波動的 但是在遊戲劇情最後 有關音怕的故事卻狠狠地搞了我一下 讓我內心劇烈波動 這裡因為不能涉及劇透的原因我還是不講了 沒有玩過的小夥伴可以最後自行去體會 相信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的 玩完這款遊戲 天見其中的音樂 時時刻刻在我腦中回響不停 簡單感人的劇情 悠揚的旋律 我好是還沉浸在林克的冒險之中 有人告訴我 女神之詩這首震撼人心的音樂 居然是塞爾達搖籃曲倒放改編的 著實把我嚇了一跳啊 我操我真的不敢相信有這種事情 神曲倒放之後還是一個神曲 這究竟是天才所為還是一種純粹的巧合 實在是不可思議 拋開好的一面不談 其實我個人玩下來還是發現有不少讓人淡疼的地方 應該是10年前老遊戲一些比較過時的設計所致 一個是跑圖特別的淡疼 沒法隨時隨地進行地圖傳送 還有官方居然有一個amiibo 可以隨時隨地離開地圖飛上天 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真就為了賣這個amiibo讓普通玩家累死累活的 簡直是有毛病啊這次 10年前這個遊戲Wii版的銷量非常慘淡 只有350萬左右 算是賽爾達系列很差的成績了 第一個原因就是我說的 新人無法很快上手體感操作導致被勸退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個作品誕生在Wii主機的末期 當時Wii主機處在生命週期走向終結的一個階段 再加上這個遊戲當初被爆出了存檔惡性bug 諸多的不利因素導致當時的天空之劍被世界埋沒 放在今天的Switch上 天空之劍同樣有類似的遭遇 雖然主機模式可以支持60幀的流暢體驗 但是遊戲畫面有些復古啊 有些玩慣了新游的玩家比較難以接受這個畫面 大部分人物的建模還是保持著當時的年代感 像林克你看這個眼珠子真的老大了啊 畢竟遇見之間HD嘛 HD僅代表畫質的高清化 並不是說完全的進行重置 勇氣智慧和力量 天劍中重複提到了這三個詞彙 合在一起名為三角力量 林克會伴隨著玩家共同進步成長 獲得敢於前行的勇氣 解開謎題的智慧 挑戰邪惡的力量 你的大師之劍也會隨著冒險不斷地進行淬電強化 變得更快更強 連中外御天斬都會得到強化 玩天劍讓我有種玩RPG的感覺 但又不完全是RPG 因為其中參雜的其他遊戲絕對沒有的稀奇元素 刺激的奇感操作 考驗邏輯的奇感解謎 無一不一一折磨著我 同時又吸引著我 就是一種就算挨打也要硬著頭盔上的欲罷不能的感覺 林克不斷地翱翔於藍天之上 往返於大地之間 一起和玩家展開一出出驚險絕倫的冒險 也許你會覺得這是一個老遊戲早就已經過時 畫面也顯得老舊不堪不值得一玩 但是要記得任天堂永遠會超乎你的預料 給你驚喜 試問有哪一家遊戲公司能頻頻給出新的創意 新的玩法 真正做到引領遊戲界的潮流 其遊戲模式和思路被無數後來者所借鑒 所模仿 而天空之劍獨此一家 甚至無人能夠模仿 儘管商業上來說天堅銷銷量不佳 但是它的開創意義遠不止如此 其中包含著無數遊戲開發者勇於探索的強人意志和美好的願景 我絕對推薦沒有玩過的玩家去玩 但是我不推薦Switch Lite玩家去玩 因為這款遊戲主題就是體感 沒有體感這種核心體驗的話 天堅也不再是天堅了 總的來說 如果我給礦野之星打上10分的話 預先之劍的新奇體驗和歷史意義 絕對可以打到9.5分的評價 這也算是我的一發安利 你們玩過這款遊戲有啥提會的也可以在評論區分享 好了 那麼本期的預前之劍評價就到這裡了 這裡燒餅三大 我們下次有緣再見